欢迎各位读者又再回到我们这个民国人见味的节目 今天录制的时间都是和录长夫人的时间是一样的 不过我们就分开播出 继续讲宋家三姐妹特辑 今天会讲的人物就会比较少人去关注 当然不是宋慶玲,而是宋爱玲 宋爱玲应该是宋家的大家姐 她也是中国财政现代化的推手 孔长熙先生的太太 在历史上这个人物真的比较少人关注 她这个人物 其实看回很多档案,反而觉得这三姐妹最厉害的人是这个大家姐 在说手段、财干、视野 因为她的丈夫宋美孙中山和蔣介石 当然是稍微低一个位置 但是她本人的学历、视野、能力 其实都完全不会信息于她那两个妹妹的 有一段说话是当时有人去评价 如果宋爱玲是一个男人 在民国时代可能她已经成为了领袖了 但是如果她是一个男人的话 蔣介石也不会容许她存在 因为她是一个直接竞争 很多口碑会觉得她是相当难看的 亦都是一个被低伤的人物 到现在,很少人会再想起她的故事 反而令到我们现在更有探论她的价值 没错 大概说一说宋爱玲的背景 其实她是当时宋查理或者宋家树 即是她们的父亲 把她们三姊妹 都是同一时间送去美国的 就是读书 她大概14岁的时候 入读了Georgia的女子学院 大家都很清楚一件事 就是说 孙中山的英文秘书里面 最出名的当然就是宋庆龄 因为后来就变成孙夫人 但是大家不知道的 或者应该这么说 很多人不知道的 就是其实 第一个宋家秘书 班底应该是宋爱玲的 维基百科 直接说 跟孙中山到各地 来陷阱涉拆获参与了制定20万公里铁路的计划 作为孙中山的秘书 我绝对相信她是在这个实业计划里面 是有参与过一些提议的 但是 有没有这件事存在过呢 我就找了很多的原始档案 但是没有什么发现 这个会不会都是侧面 其实都证实了一件事就是 维基百科 尤其是中文版的维基百科 有时候都不能尽信吗 其实维基百科 当然是不能 是否尽信 固然不可能 是否值得信 都已经极大疑问了 因为近年 都很明显有 国方人去打这个编辑战 我们看到的东西都是静化再静化 很多起码我印象中是应该有的东西 而且我们由小到大叫意识能长的东西都在登场上消失 这是明显的 但是说回宋先生这个人 他本身也有若君的神秘感 连他的时代他自己也先将某些东西删除了 所以都不能排除 像你讲到跟孙中山的关系 以我以前纯粹的理解 所以我没有找到一些本质 其实是否最初宋家是想先将他 推给孙中山的呢 他們中間發生過什麼關係 為何會變成宋慶寧 所以我們可能要先說孫中山的選擇 他是不是特別對年輕一些的婦女的興趣比較大 對大家姐就覺得過了他的年齡群的範疇 我們不知道 老年組變成一個 你作為一個羅利控 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品味 不知道 但事實就是他選了一位妹妹 究竟他在這個階段為何會由 秘書為何由姐姐選擇妹妹 這段故事是怎樣的呢 這個其實在主題材質上是很難找的 因為一開始宋慶寧進入公眾生活的視野 已經是說他成為孔祥禧的妻子 即是孔祥禧國民政府的實業部長 他出席第一次公開的路面 就應該是他參與軍艦 即是軍艦下水 大家都知道船下水會有下水禮 下水禮通常會找女士去擲酒瓶 即是在船上擲碎酒瓶 這算是他第一次進入公眾視野入面 他參與這個儀式 作為孔祥禧的太太 但是你說那個故事 反而就在現代的大陸 即是一些網站 即是那些新聞流量的網站 或者叫內容農場 我們叫他做今日頭條 反而又找到一些類似的東西 就說宋愛玲本身就不是喜歡孔祥禧的 而是他想和孫中山結婚 但是宋家樹一見到這樣的形勢就大感不妙 然後就想說不是吧 即是說我女兒和我的老友結婚 這個不可想像 於是暗中就密室一個東藏快婿 突然孔祥禧就進入了他的視野 那個故事是寫到這樣的存在 孔祥禧又是信基督教 而且他又是權匪之亂 這個義和團的時候就負責 怎麼說要保護這個山東省的教民 在宋家樹眼中就留下了好感 而且他又是經商的 營商有道 那時候最出色的是說 他拿了英國商人的煤油的專利權之後 就想到一條計劃 他就說你買煤油 買火油就送煤油燈 生意上大獲成功 於是就好得宋家樹寬心 於是宋家樹就純粹推舟 就跟女兒說 喂你比起孫中山 好像孔祥禧有錢些 你嫁給一個革命家做窮光彈 你嫁給一個商人就反而是衣食無憂 於是宋愛玲就嫁給孔祥禧 他的故事就是這樣 但是在最主要的資料中 這件事就消失了 到底這個內容農場說的東西 是所謂的秘史解密 還是他純粹是老作呢 這是不得而知的 很多時候已經是後人根據自己的推想 但是我們現在看回當時的情況 又確實 一件事都是很奇怪的 宋家樹就找他的女兒 幫他的戰友做秘書 其實這個組織已經很奇怪 你幫他的戰友做秘書 找他的女兒過去 其實你想怎樣呢 你真的想幫他 還是你想刺探他的東西 還是他們真的那麼缺人用 還是你真的想許配下一代 不知道 就知道他後來當孫中山選了宋慶寧的時候 他就很生氣 就覺得你連找個女兒幫忙 就吃了他 是不是不懂得道德呢 就是這樣的倫理 但是究竟整件事 到底是否太少原始資料 我們真的不知道 宋愛玲和孫中山有沒有一段情 也不知道 知道的就是 總之最後選了妹妹 所以對宋愛玲的一生來說 他自從成為了孔夫人之後 似乎他的心力就擺放在建立實業那邊 就相對少在純政治的境界落默 直到孔祥禧都成為了這個政要 才把兩個世界混合了 還有另一個側面 或者可以印證得到 宋愛玲和孔祥禧都是一段真愛 就是有一些外國的記者 寫宋家三姊妹的時候 就會覺得宋愛玲其實是一個 怎樣說呢 比較傳統中國式那種相夫教子的一個女人 而留下的文物裡面 其實也有一些文物是 宋愛玲 宋家三姊妹他們的藝術才華其實都是不差 只不過呢 因為他們在政治上面 那個影響太過巨大 就掩飾了他們的藝術才華 其實宋愛玲都會畫畫的 而畫完畫之後呢 大家都知道畫完畫通常會有提詞 提字那個就是他先生 如果夫婦二人不是感情得有那麼多的 那你很難想像的話 老婆畫完畫之後叫我老公 老公通常會說 哎不要搞啦 你自己不要煩著我啦 我天天上班已經累到死了 還要我幫你提字 他又不是這樣 都可側面影射到一些 他們夫婦之間的感情的關係 而另一點呢 也挺有趣的 就是有一個外國記者 就是這個布克夫人 那他又是當時很多描述 宋家三姐妹的記者其中一個 他就這樣說 他就說呢 孫中山的夫人宋慶寧女士 就跟他的姊妹全然不同 尤其是說到孔祥禧夫人 即是宋愛玲 生活是黑板的 但是呢 宋慶寧女士的生活是純粹的羅曼蒂斯 即是Romantics 這方面也可以側面印證到 宋愛玲為何會在 最初的流傳這麼少 英國是祖國 日本是家鄉 那香港是什麼呢 在前國安法之下的香港 香港人均猶日人數世界排第一 離散到英國 北美的香港人 其中一項最不適應的 或者就是回鄉下的時間 和金錢成本身家 既然每次回鄉下都會變得難能可貴 在海外的香港人出發回鄉下之前 更加需要一本深度講解 家鄉的文化歷史書籍 看完之後再和大家一起出發吧 這個星期陪伴大家回鄉下的推介書有 排第一位的是 《京都千年之都的歷史》 第二位是 《日本的滋味》 《異國勞工食品》 《國民料理》 《全球文化符碼》 《一部日本戰後拉麵史》 第三位是 《促解日本文化論》 《25本命著》 《解讀日本人的自愛認同》 第四位 《博物日本》 《本草學與江戶日本的自然觀》 第五位 《風關西》 《探索日本文化心臟地帶》 第六位 《日本澳地紀行》 《從東京到東北、北海道 十九世紀的日本原鄉探索之旅》 第七位 《日本超和時代老照片》 《鐵道生活風景帖》 以上的著作 都可以在我們141購書網內訂購 我們看到就算在民國時代 他有些公開活動 跟他們倆一起 特別是在抗戰期間 統合全國婦女 做那些 叫做 門面功夫 那些是婦女工作 安撫災難同胞 那些 現在看到最多的照片 他們三個一起 就是這一段時期 總之 拼除所有國內的分歧 大家就一起去大聯結 他們三姊妹本身都在表現不同的勢力 所以是有代表性的 但此外究竟他早期的生活是怎樣 根據有限的事 你會發現 他是一個聰明人 讀書成績好 懂外語 幾種 本身在當時 中國的教育程度 和社會地位當中 任何有一定教育水平的婦女 都是財女 亦都會容易出現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但是他很甘於做一個夫人的角色 其實剛才你這樣說 他可能都是有一些傳統的價值觀 雖然他在一個教會 家庭長大 但是他本來可能真的不是想 這樣被世人認識 是一個四大家族的成員 可能他第一天不是想這樣 去認識 還有一個挺離奇的 我在尹智的過程中 他的形象跟他另外兩個妹妹相比 不是很信仰的 宗教色彩不是很濃的 所以也正正可能是 為什麼那個記者會說 他的生活是一個黑板的生活 當然在美國女記者的眼中 就會覺得上夫教字是一種黑板的生活 我們可以看看他的下一代 都是很精彩的 對那些性別的演繹 追求自我 會不會就是他那一代 太過有不同的一個反差 我們都是不知道 因為全部都是我們的推論 但是只是知道 在他在生的時候 他最被人認識的 就是他對中國那個實業的貢獻 因為孔祥禧如果沒有了這位太太 是否做到之後他的任務 就非常誠意問 而我現在會覺得孔祥禧是社大家族的成員 應該超有錢 而那個有錢程度 根據偉康這個財神保護 應該很誇張 總之數不到 你有錢人應該數不到多少錢 那應該是小說影射 所以老闆就是他 但是根據他死了之後公開的財富 就是有錢 但絕對不是那麼誇張 是一個現在中國大陸一個四五線富豪的層級 就是頂多 關於這一方面 這個絕對是我們之後這一集裡面的其他主題 當然我們現在回到他早期的情況 我們說完才可以推下去下一半的部分 就說他的財富 以及中共是怎樣宣傳他的財富 導致大家世人對他一個印象 譬如在1987年的時候 找到一篇論文 就是中國大陸 那時候相對上是比較開放的狀態 但是那時候的文史研究員 竟然說他是一個中國最富有的女人 這個很明顯就是正正可能受到 也都是危康 當時可能他在大陸所聽回來的那件事 受到一個影響 而令到他最後會創作出一個這樣的孔祥禧的形象 事實上孔祥禧的確是有錢的 因為他本身是山東人 是孔家的後裔 即是孔子的後裔 但是他的法績地點其實是在山西 山西最擅長的就是銀號 大家如果有看郭富城拍過一部電影 叫做白銀帝國 其實裏面說的山西票號的繁榮情況 亦都可以去想像 孔祥禧到底他出生的家庭背景會是怎樣 但是孔祥禧是不是真的一個完全是傳統中國銀號式那種富豪的思想呢 也不是的 因為他絕對是留學美國的人才 而他自己也有略略地提過 就是說他跟宋海寧的交集裡面 在美國的生活經驗其實都是其中一個部分 令到他們會大家聯繫到 然後會戀愛和結婚 當然這個是當時人說 到底是不是真的 這個也是我們無從推敲的 這個就是 而他雖然出生在山西一個傳統的銀號背景 但是他這個美國留學的經驗 就正正是成為了他最後推動中國金融現代化 包括這個 例如是廢量改元 他和宋子民這一方面 另外就是說他去整頓財政 他和宋子民有合作 但是也有競爭 競爭到一個點 甚至乎是 這個蔣委員長 是找他來取代了宋子民 去做這個財政部長 去整頓財政 因為宋子民當時用的是一個 赤字財政這樣的想法 現代去想當然是很摩登 這個很現代的 那個財政哲學 但是當時以中國來說 都在說你欠債就不是一個好的美德 尤其是國家欠債更加的大鑊 是說人食財糧 而在這方面 委員長的想法也是相對傳統的 所以就找了孔祥去接任 說到這裏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孔家和宋家的關係 相當之緊張 那宋愛玲在這方面 其實是私底下扮演了一個調停者的角色 我現在會覺得孔家 總之他們全部都是親美的 當然都是留學玫瑰的背景 但其實有些不同的 看回宋愛玲 因為她是大家姐 她去留學的時候比較早 她是受過一些歧視的 根據那些文獻說 她扣留了幾個星期 又說她用假護照 諸如此類 她對美國的情懷 似乎沒有宋美寧那麼明顯 到他們在影響中國整個國家財政的時候 多一點都反映了 他們的接觸和其他弟妹有些不同 在宋家裏面 我想可以和甘賴迪家族比較 對外當然是一致窗口對外 但在內部充滿競爭 而那個競爭亦可以是頗嚴重的 例如看甘賴迪家族的記載 如果不是最初的意外 JFK未必可以上位 而他們整家人本身都頗異如我 宋家也是 宋子民是想相對手 有些比較自由 和其他人有辦法商量 他嘗試玩過這樣的角色 亦是幾長期被打壓 又覺得自己是不順暢 在這樣的情懷之下 就給外人幾多有機可乘的機會 所以在孔祥禧和宋子民這些關係 都可以說反映了不同的路線鬥爭 家族內部好權力鬥爭 就不是禁外奸後來 中共宣傳的那些社體家族這麼鐵板一塊 因為其實在這樣說 宋愛玲的條解 比較像家族內的條解 而作為宋子民和孔祥禧之間 在公共政策內的條解員 就反而是蔣宗正 因為蔣宗正 其實他當然一方面有一個現代革命的思想 但同時之間他又會 在很多政策方面 他會想沿用 比較古法的炮制 譬如可能在財政上面 他可能想說 當然軍隊要現代化 但財政呢 最後都是說 好像用以前 陶珠公那種 這樣的玩法 但你說陶珠公 那些什麼 朱子自家格言 那種是上千年的傳統智慧 和宋子民那種現代銀行的思想 就有點格格不入 但是呢 在於孔祥禧來說 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孔祥禧出生的背景 就算是留學了美國之後 他都未完全是洗脫那一層的味道 又或者那個幼年 他家庭背景對他的影響 所以在宋家和孔家的爭奪權力 和對中國近代財政現代化影響的路程裡面 就變成說 宋外寧 冥冥之中 好像是和蔣公有一個相負相成的角色 只是一個是私的領域 一個是公的領域 所以其實就算 蔣珠姐和他們這幾姐妹的關係 都有趣的 不是一個典型 純粹講家庭倫理可以理解 亦都是牽涉到政治的元素 這些就是政治世家的特色 究竟你當一個人是一個親戚 一個政府官員 一個政府官員的家屬 還是合在一起 後來中共的宣傳 雖然你說四大家族是陳伯伯的創作 但是 反映了當時的民黨高層是一個很獨立的精圈子 所以他們之間的倫理關係 就變得很典型那種中國古典小說 誰的誰就是誰 後來我們看看很多歷史的人物的軌跡和脈絡 那時候的上流社會確實是很僅親繁殖 未必是真的有親戚關係 但是總之進來就是那些校友、同學、同志 還有是跨黨派的 就算你說到毛澤東、江青、江青的前夫 甚至去到現在 儒家去到兩岸 都還是各自有要人 你可以縮影到那時候這些家族 世家是如何承認 如何合縱連環 大概都可以想像一意 沒錯 孔祥禧當然他做實業部長 和第一次做財政部長 工商部長 其實那個名聲都不算太差 反而是去到1935年 曾經栽培過他去美國 反而成為了他頭號敵人 因為那時候大家都知道 有這個大蕭條 美國為了要重新整頓金融 開始推行白銀政策 但是當他不停地去買白銀的時候 就令到當時中國還是少數 以白銀本位作為貨幣政策的國家 就威脅到孔祥禧赤字財政的玩法 當時孔祥禧就希望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就發債 發債可以解決一切的問題 但是因為當時宋子民已經改革了中國銀行制度 就是中國有三大發鈔銀行 就是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業銀行 其中兩家包括中銀和膠銀 都是拒絕配合孔祥禧的財政政策 所以令到孔祥禧非常生氣 但是當時的孔祥禧 似乎在這件事上沒有做到一個 我們剛才所說的一個磨合的角色 即是潤滑宋家和孔家的角色 他反而很專心地幫孔祥禧的教育事業 就是他做了這一方面 所以是一個比較奇怪的情況 令到孔祥禧是第一次受到輿論的壓力 我們第一節就說到這裡 第二節就說一下他在抗戰之後 甚至去到他晚年的一些故事 我們下期見